谢谢立冈哥 那么全球现场呢 关心俄乌交战 俄罗斯方面指控乌克兰 对当地一座油库发动恐攻 更多的新闻重点时间交给真容 好大家早安 全球现场时间 我们带你来关注俄乌交战 现在开打已经将近要八个月了 不过现在俄罗斯指控说 临近乌克兰边界的贝尔戈德罗 这边有一座油库 监视遭到乌克兰的飞弹攻击 起火燃烧 画面可以看到烈焰冲天 还有浓烟从建筑物上方升起 当局就紧急表示在处理之后 目前没有火势蔓延的风险了 而另外当地有一座军事训练场 也发生恐怖攻击事件 至少造成有11个人死亡 15个人受伤 俄罗斯国防部也发布声明表示 凶贤是两名独立国协的国民 在参与训练期间对其他人开火 而这两个人后来都遭到击毙 显示乌克兰方面正在加强 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力道 不过持续来看到的是 二五交战以来 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 曾经资助乌克兰的新链网路服务 但是他日前就说 他想要停止这项资助 没有想到时隔几天 现在16号再度改变态度 他先是在推特上头写下说 不管了 尽管说公司在亏钱 SpaceX还是即将免费的 为乌克兰提供新链服务 一改先前表示说 没有办法无限起原物这样的说法 马斯克除了一连串的言论 引发争议之外 也受到了政府部门的关注 推特律师就公布了一份文件 显示联邦政府针对马斯克 在收购推特的过程当中的行为 现在要展开调查 但是没有说 这个调查的实际重点是什么 以及是哪一些单位 现在着手要对马斯克来调查 而我们今天要来关注的重点就是 中共二十大在早上10点 即将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来开幕 二十大的新闻发言人孙燕里在昨天就举行了首场记者会 他也介绍二十大的准备状况 孙燕里指出全大陆的各地党代表都已经抵达北京 也纷纷表态要深刻体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会期10月16日至10月22日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认真整结过去五年的工作 全面整结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取得的政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二十大新闻发言人孙燕里 还在记者会当中一开始就宣布说 中共二十大从今天16号开始 一直到22号闭幕 同时接下来的二十大的一中全会 也会确立人士 这场全球聚焦的中共最重要的会议 也将会是未来一周全球的瞩目焦点 但我们持续来看的中共二十大前夕 现在金融时报的报道里头 就指出说习近平预估会在二十大演说当中 会针对台湾问题向美国来发出警告 好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北京现在就认为说 他们认为美国在试图改变台海现状 感到相当的急迫 将会更加强对抗有关台湾问题的外部干预 金融时报也分析说 二十大重点就是习近平对台的言论 是最受到瞩目的 因为习近平把自己的政绩和两岸统一连结在一起 也提出中共建政一百周年 也就是2049年当时候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专家们也就认为说 北京在二十大之后会试图加速实现的目标 但是美中关系 美中目前的关系因为对台的问题 所以频频交锋 也导致美中现在关系是相当紧张的 美国总统拜登跟习近平 其实两个人原本说 11月的时候传出会在印尼的巴黎岛 之团体峰会举行期间 会举行拜登就职之后 两个人首次的拜席会 但现在算一算 其实距离峰会开幕只剩下一个月了 但是都还没有敲定到底会不会有这场拜席会会登场 两个人到底会不会真的是会面呢 现在还是个大问号 现在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14号就报导说 实现拜席会是拜登政府努力的目标 但是有一名驻华府的外交人士就表示 拜席会目前是还没有落实的 这一名外交人士就表示说 中方还没有跟曹尼会议议程的美方官员来接触 其实这个做法就按时说 拜席会是有可能会破局的 Politico这样的报道 他说呢 这个有一名知行人士就透露说 中国大陆的官员表示 美方每隔一天就打脸我们一次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 怎么还可以指望说 拜席会真的会有一个积极的结果呢 其实他说这个打脸呢 当然就是了 最近这一周以来 拜登政府是宣布限制 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的出口 还有公布国家安全的战略 将中国大陆描述为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 20大会议上头 习近平也将会发表跟台湾有关的谈话 而针对最近台海情势紧张 20大的发言人 昨天在记者会上头也重申说 和平统一的重要性 还要强调外人靠不住 台独是绝路 确立习近平能站稳 续任获得史无前例 第三任期的重大会议 20大就要登场 北京却爆出多起确诊 就怕大会开不成 任何有跟确诊者时空交错 也就是足迹重叠的人 都被迫居隔7天 而作为20大序幕 15号新闻发布会 以远端视讯 被问到台湾问题 再次强调台独是绝路 台湾议题如果在20大 被写入党章 外界认为将是观察 统一时间表的风向 英国金融时报预测 北京现在极乐 认为习近平将在20大 警告美国不要干预台湾问题 20大前却不平静 北京四通桥13号 发生民众挂布条抗议事件 隔天周边就不满警力 紧盯试图停留拍照的人 但这似乎不影响习近平 展开实无前例第三任期 外界认为这已是毫无悬念 面对大陆崛起 美国恐怕掀起晶片大战 华府启动调查三星和台积电 一次进口到美国的半导体 及流动装置侵犯专利 违反关税法 另外美国加速建立科技围墙 计划禁止美国销售华为 和中芯通讯的新通讯器材 目的就是要拖慢大陆科技发展 至于美中贸易战 美国还呼吁国内产业政策 把维护国家安全视为目标 纽石专栏分析 白宫领悟到全球危险迫近 拜登出手管制大陆科技 目标明确有攻击性 不像川普的贸易战 乱枪打鸟装模作样 和元木材 刘洛立楼口 用销装模作与 有一些高性的佳 领